我真的很想多謝你 為什麼? 給這個機會一個香港的中國人 煮一個港式的羅宋湯 給一個俄羅斯人吃 啊! Hello,大家好,我是Ansheles 大家都知道大家習慣了吃 和感喜歡吃的餐餐廳羅宋湯 是俄羅斯人發明的 俄羅斯人真的經常會吃這個羅宋湯 我們在俄羅斯人叫她Borscht 那我婆婆可能在一個禮拜裡面 就做什麼給我和妹妹吃 我來到香港的時候 當然是想念我文化 想念我婆婆的食物 所以我第一次進入香港的餐餐廳 我看到餐餐裡面寫著Borscht 就是寫著羅宋湯 我超開心 但是問題呢 我們第一次試過之後 我們有一樣東西說就是 What the... 這個問題是它不是不好吃 只不過為什麼裡面會有蕃茄 我們是羅宋湯 俄羅斯真的羅宋湯 不會有蕃茄 然後呢 為什麼它是辣的 俄羅斯人完全不會吃辣的東西 我們最多都是韓國的 但是一定不會吃辣的東西 所以我這段影片 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俄羅斯的羅宋湯 和香港的羅宋湯 有什麼分別 和有什麼是一樣的 還有呢 這段影片也想教大家 如何煮一個真的俄羅斯羅宋湯 這個 recipe 就是我婆婆告訴我 但是我自己又不會煮香港風格的羅宋湯 我又稱香港最第一 和很有名的廚師 Christian Hi 我是Christian Yang 廚師楊食友 大家好 我曾經在歐洲 吃過幾次的 真正的俄羅斯人 煮的羅宋湯 俄羅斯的羅宋湯 和香港的羅宋湯 是一點都不像的 今天當然是我負責 煮香港式的 特別的羅宋湯 Angelo 他自己去煮這家鄉菜 首先看看材料上有什麼分別 左邊就是港式羅宋湯的材料 而右邊就是鵝式羅宋湯的材料 撿一撿 你就會發現 相同的有牛肉 甘筍 蒜頭 洋蔥 薯仔 和椰菜 現在就到Ansheles 拿著婆婆的食譜 煮個羅宋湯出來了 麻煩你 小心點不要燒了廚房 好了 因為時間的關係 因為我剛才已經煮了水 然後在水裡放了牛肉 煮了10分鐘後 它才會出的泡 之後你就用這個 捏了泡 之後就可以 放整個熊湯湯 進去 這樣就把它煮一個小時 一小時後 它已經煮了一個小時 所以我現在就會加薯仔 薯仔在羅宋湯 是一個很重要的材料 因為俄羅斯人不知為何 很喜歡吃這些很廢的電化質 那加薯仔之後 我最期待它繼續煮 我想十分鐘 現在就用鹿 加上油 加點芝麻 然後我們會煮它 等到它變成金色 變成金色 我們就可以加 這個芝麻 然後加薯仔和薯仔 加進去 幾分鐘後 這個已經煮完了 所以我們就可以拿起它 然後轉回 剛才我們煮了湯 就放在這裡 好了 那薯仔已經完成了 所以現在就可以加 蝦仔進去 接著最好去鍋 還有等它煮五分鐘 我婆婆跟我說 不要煮太久 因為她很喜歡 那些蝦仔變得太軟 五分鐘後 那現在呢 我們只剩下兩件事 第一個呢 就是 我們剛才煮完的 這個蝦仔和蝦仔 就加進去 那裡 接著呢 就放在這個葉 這個葉 就叫做玉怪葉 其實為什麼加進去 我就不太明白 但是呢 我婆婆就這樣 所以加進去 首先我想說 怎樣分開一個 香港的羅宋棠 和俄羅斯的羅宋棠 就是看它的顏色 如果你們看它的顏色 就像我這個 就很紅 那就代表是 俄羅斯的羅宋棠 因為加了 Beat root 然後它幫上肚子 變了顏色 變得很紅 煮完了 哇 多漂亮 這個顏色 而且尾巴真的很像 俄羅斯的羅宋棠 現在呢 就剩下兩個 最重要的材料 一個呢 就是這個 Sour Cream 因為本身呢 你加了Beat root 之後 湯的味道就變得甜甜的 如果你加上 Sour Cream 它會幫 這麼甜的湯 加了一些酸的味道 最後呢 就加翻曬 因為翻曬 有很新鮮的味道 它配這個湯 非常好 那就煮完這個俄羅宋棠了 現在就等Christian去煮 港式羅宋湯 先 我相信呢 如果你是俄羅斯人 就有很多 法律 一定要跟 一定要放些什麼 一定要放些什麼 但我們不是 嘛 因為我喜歡西芹 我才會放這麼多西芹 下去 如果你不喜歡西芹 的話呢 就不要放了 那 港式羅宋湯 當然是有 番茄 這裡有兩個 切粒 放下去 之後呢 有些牛肉 其實可以用牛腩 也好 利用一些 有筋的東西 總之 能燜的肉 就最好的 便宜一點 放下去 接著呢 有些筋筍 切細小粒 筋筍是帶甜味的 放下去 東歐的地方 是很喜歡吃椰菜的 所以 多多都不怕 好了 接著呢 洋蔥 一個洋蔥 整隻洋蔥 也可以 半隻洋蔥 也可以 完全沒有油蔥 不放油蔥 也可以 而且最重要 其實呢 這個才是 最重要的俄羅斯東西 就是 薯仔 你沒有薯仔 就可以加點Vodka 現在蒜頭 不用特別怎樣切的了 撕上浸衣 扔下去 處理一下 它就會慢慢溶 最後一件 就是放這些 西班牙色的辣椒 Paprika 他們叫做甜辣椒 這件事呢 跟俄羅斯 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但是呢 跟我們這些 港式的羅蔥湯 是很有感覺的 所以呢 我們放進去 好了 由於時間關係呢 我就用這個壓力鍋 很有壓力去煮 大概二十多分鐘 壓力完二十分鐘呢 就有羅蔥湯喝了 還沒搞定的 現在可以加一點鹽 加點糖 可以麻煎一點 這樣 就會像街上喝的 是否好像跟俄羅斯沒有關係呢 兩個湯都煮好了 幸好Ansheles沒有燒了廚房 那俄式和港式的羅蔥湯 最大分別是什麼呢 俄羅斯的羅蔥湯呢 最大的分別呢 就是俄羅斯的羅蔥湯呢 是有紅菜頭在裡面 加上呢 上面呢 就有些叫做酸酸的東西 俄羅斯人很喜歡一起 這樣去夾的 酸酸微微呢 那個味道呢 又比較earth 那這個是最大的分別 我們香港人的羅蔥湯的 味道呢 就偏向番茄的方向 番茄椰菜啊 有些肉粒 最後我就想說 其實我來到香港的時候 你又吃過一個俄羅斯的餐廳 我發現原來香港的俄羅斯菜呢 就跟我們真的吃俄羅斯菜 是很有分別的 所以沒有說哪些是好吃 哪些是不好吃 沒有這件事 只不過大家都喜歡吃不同的 所以變成味道是不同 和材料都不同 多謝你們看這條片 下一條片見 拜拜 拜拜 拜拜